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背部站直 人们也会觉得你有信心 第二 除了姿势之外 我希望大家留意声线 如果你说话很小声 真是音声细气 很少会令人觉得你有信心 反而自治哼窗 人们对你所说的就更有信任 第三 预速 如果你说话太快或太慢 其实都会令人觉得你没什么信心 或者好像想rush了过去 举个例子 例如我们看Steve Jobs 或者一些国家令人说话 他说某个点之后有一个pause 小量的停顿 其实pause位就是power位 而归因究底 如果你想说的有信心的话 关键是你自己相不相信 你说的那样东西是make sense 和是有一个value在这里 希望帮到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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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